冰城夜市是游客最不可以错过的地方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在不同的地方开业 今天是星期五 夜市在于冰城的霹雳路 营业时间是从晚上6点到11点 今天下着毛毛雨 但游客却不切步 走,我们去看看 今天有什么好料吃 到了路口处 有水果摊摆着各式各样的本地水果 卖相很好爱 接着下来有一阵阵的炸鸡香 原来是巴拉站炸鸡 再往旁边看一看 有阵阵的虾饼香味 有炸鱼饼和虾饼 都是现炸现卖 非常新鲜 好,今天我们决定吃炸鱿鱼 你的订阅,你的分享,你的关注 是我们最大的精神支柱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一条条的鱿鱼 我们就看它怎么做 首先要洗一洗先啊 这个鱿鱼是它蒸了水 放大大汁还是本来这样大汁的 来去这样大汁了 哇,水是因为要融 这是本地外国来的鱿鱼 外国来的鱿鱼 做得这么厉害,不简单了 来我们看看它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已经准备好的鱿鱼 看着它做非常的快,非常的简单 做好了就放下去油锅炸 你再进去吧,可以 嗯,要加水 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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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炸好的鱿鱼 味道非常的香 再有订单再放在一块 一气喝成 这就是野饰美食家基本的条件 很快你的手脚啪啪啪就好了 平时你没有摆摊吗 在哪里呢 有的在大山脚 在旁边看着他做手脚 非常凌厉 一个年纪轻轻的年轻人 就这样出来打拼 看他今天的业绩 也是很标轻 祝福他生意兴隆 希望想创业的年轻人 也要像他一样不怕吃苦 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好 今天就说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这视频 你的订阅 你的分享 你的关注 是我们最大的精神支柱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